大家好,朱春老 立法會以視像形式召開全體會議 通過熱緊急程序審議修改本年度財政預算案 最佳351億元主要用來推出措施 盡快支援僱員就業、穩經濟及僱民生 經濟財政司長李偉龍說 大約150億用於填補稅收減少缺口 剩下200億分別用於早前公布9項援助措施的100億 其用於包括普遺措施等如果法案獲通過 政府有條件在8月上旬陸續落實有關工作 多名議員都關注僱員援助計劃兩年收入上限60萬元規定 令不少本地僱員未能獲得1萬5元援助 財政局長容剛亮說為確保公帑使用 政府無意再次放寬僱員援助計劃收入上限 這句說話為確保公帑使用 局長說得有點偶爾 特別是比較高收入的人士 聽到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容剛亮解釋 即不包括援助收入超過60萬元的僱員 主要是考慮這些人抵禦經濟逆境 較一般低收入的僱員強 未受惠人士可以透過現金分享 職業稅退稅電子消費計劃等 普遺措施得到支援 計劃主要是針對工作收入低開工不足失業的本地僱員 受惠有23萬1千多人 佔現時受僱本地居民8成左右 但中產其實在疫情三年以來的經濟壓力不小 大家都乾了糖 表面風光 其實今日有議員也有質詢 上次援助兩年收入計72萬 為何今次援助計60萬 財政局長容光亮說 直至五月底初步可以見的財政儲備結餘 6060億元 再扣除第二次修改預算351億後 財政儲備結餘5573億元 他希望社會不要以為儲備用不盡 這麼簡單的道理我們當然會知道 市民也會知道 不過重點是用得其所 用到重點上才是關鍵 而在立法會議程前發言上 多名議員都關注疫情下本地人就業支援 及僱員和志願者的權益保障等 有機構申請了100個內地採養員並獲批 議員林宇濤說勞工局在批出相關外僱額前 沒有審視本地採養員人資狀況 亦沒有按機制要求機構作出公開招聘 質疑違反本地人優先就業 要求政府盡快展開全面調查 並向公眾交代 至於議員李鎮宇是工聯的 疫情爆發以來 政策措施制定 執行離地的情況接連發生 消耗居民對政府的信心 促請政府持續檢討 總結和完善各項防疫措施 至於我們街坊總會議員 顏逸行何元生聯合發言 他們的建議比較新穎 建議政府推出更多線上手工、烹飪、居家運動等節目 豐富居民抗疫生活 並指導居民釋放情緒壓力、趕走負能量和 真的好東西 因為我們這麼多健身中心、瑜伽中心關閉 很多瑜伽導師、樣子漂亮、身材正 像Coffee一樣 拍幾輯播出來 讓我們舒展一下也好 又可以賺多少收入 其實政府真的可以考慮 不是說假的 這集就先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掃片尾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拜拜